那首先我们敬礼传承祖师 敬礼了名和尚 敬礼撒迦正空上师 敬礼十六师到宝法王喀玛巴 敬礼图登大吉上师 敬礼谭承三宝 敬礼今天同修的本尊 准提佛母 师母 各位上师 教授师 法师 讲师 助教 堂主 以及各位同门 还有网路上的同门 今天我们仪会的贵宾是 中华民国驻瑞典代表处 廖东周大使夫人 九弟师姐 中国中 中委会会计师 特丽莎师姐 中天电视台给你点上新灯节目制作人 世礼组典代表处 虚妻 Charlene 理字 药神 我们可以帮演 党用的畔人 和我这一个 사람들 那个叫医生 向他们 厄jud 才 孙 不知道 还有很多遗漏的贵宾 大家晚安 大家好 你好 大家好 你好 不怪不怪 谢谢 好像有很多是 有几位是从香港 从香港过来的 有吗 三起来啊 从香港来的 哇 好多哦 他们有些是 大法会过来以后 然后再过来 再过来的 谢谢你们 今天我们是修的是 准提佛母本身法 我常常跟大家讲 准提佛母是普方上师传给我的 他传给我很多的法 有好几个法 都放在家里 放在现在的这个南山亚瑟里面 包括齐隆白财神 也是他传的 也是普方上师传的 那么他 我常听他的一个声音 我刚刚念过 这是台语 台湾发 台湾的 准提佛就是合掌 宫庆合掌 歸一 归一 就是归一 苏系地 是一本经典 叫做苏系地经 这个苏系地经 里面谈到的都是戒律 然后佛当初 这个 安欅问佛 其他的声闻 他问佛 那么佛灭后 以何为师 以什么为师 那么佛的回答是 以戒为师 以戒为师 所以这个普方上师 他念的第一句 Keshu Gui Sosete Sosete就是 佛灭后 这个苏系地经 就是戒力 那么以这个戒力为师 以戒力为师父 以后这个 他们一般的 这个特别 在这个准修准提佛母的时候 那么普方上师 他就教了 Keshu Gui Sosete 敬礼佛母大准提 这个 七手归一苏系地经 敬礼佛母大准提 他主要的 刚刚我念的 就是这个样子 那么佛母大准提 当然大家都知道的 当然大家都知道 他的金刚号 就是清净的金刚 非常清净的金刚 那么他本身呢 这个准提佛母 他有十八只手 十八 千手观音 他有一千只手 甚至无量的 无量的手 他也不是四倍观音 四倍观音只有四倍 他十八倍 那最早的时候有提过 七句底佛母 也就是准提佛母 就是有七亿的佛 是因为修准提佛母而出生 有七亿的佛 因为修准提佛母而出生的 那么普方上师的这个 他的主要的法台 就是在台北的摄子岛 那里建了一个准提寺 就叫总词寺 因为他的手印是总词印 印是总词印 也是准提佛母的印 又叫总词印 所以建了一个总词寺 不知道有没有人去过 在座的诸位 台湾的台北摄子岛 上面的总词寺 有人去过吗 没有人去过 没有人去过 就很遗憾 如果有人去过的话 也可以谈一谈 他的总词寺寺 我记得那个墙上 也是很多的准提佛母 跟我们这个 跟我们这个 北加州的尊圣雷尚寺 尊圣雷尚寺 他的所有墙上都是尊圣佛母 是不是 一尊一尊的尊圣佛母 那总词寺的墙上 一样一尊一尊的 这个准提佛母 一样的 那普方上师的主修 就是准提佛母 因为普方上师有教导我 这个准提佛母的法 所以我就把准提佛母 列在我们 圣佛中八大本尊之一 就是为了这个普方上师 因为有直接的这样子的教导 当初我到美国来的时候 他还寄那个录音带给我 那时候是用带子是用诗的 好像这个两边 这边没有 那这边有 放在这个里面的话 他会转 这边转 然后就会发出声音 他是这样子 就是由他来讲 讲了以后他寄这个带子 寄这个阴带 那时候 一卷一卷的那个阴带 他寄给我 包括了那个百日明咒 也是他这样子寄给我 那时候 那时候我在美国 就是在巴拉 巴拉 巴拉 我没有很记得 那个 马哈巴拉 巴拉 巴拉 马哈巴拉亚 马哈巴拉 就是在巴拉的时候 我住巴拉的时候 他经常寄这个 他的说法的带子给我 这是也是一位 我皈依的上师 我皈依的上师 就是普方上师 所以有时候想想自己的师父 就觉得 这个 内心感触非常的多 我在显教最主要皈依的师父 就是 这是 第一个是 音顺导师 一次地来讲 音顺导师 音顺导师 是在 台中 佛教联社 佛教联社 第二个皈依的 皈依的地点在 台中佛教联社 那么 第二个皈依的是 乐国法师 乐国法师呢 是香港的 他是香港的 然后到台湾来 在普里 就在中台禅寺的附近 他有一个佛光寺 佛光寺 那是乐国法师的道场 有一次乐国法师在 去到那个 沙路 去到沙路 我是在沙路 一个比丘尼的 比丘尼的寺庙里面 归于乐国法师的 归于乐国法师 以后 就到普里佛光寺 他经常 一个人 在香港 跟这个 台湾这样飞来飞去 那是乐国老法师 很早以前 他当居士的时候 他专门讲金刚金 专门讲金刚金 那是乐国老法师 第三个 第三个 归于的 就是 突然之间 我应该记得 他的名字 就是在日夜谈 归于的 道安 道安法师 道安法师 我是在日夜谈 日夜谈哪里 玄庄寺 那时候 道安法师呢 任这个 是中国佛教会的理事长 他 道安法师是 中国佛教会的理事长 那 善导寺 他到 台中日夜谈 玄庄寺 这时候 我到了 日夜谈 玄庄寺 归 道安法师 这是三个主要的 选教的师父 三个主要的 寿菩萨界 是在 这个南投 碧山岩寺 寿界的三个法师 很有名的 一个就是 我几乎都快忘掉了 一个是慧山 那时候 台湾一个废山 老法师 另外一个呢 你们还记得吗 一个是香港的 绝光老法师 一个是香港的绝光老法师 另外一个我是 其实我是记得的 那突然之间会忘掉 但是突然之间又会想起 七十岁 就是偶而遗忘 这讲得不错耶 那 那这个 这个 好像是说 六十岁 血压向上吧 七十岁 就是偶而遗忘 那八十岁 走路就摇摇晃晃 到九十岁 就全部遗忘 到一百岁 就挂在墙上 现在才七十二耶 不应该把自己的这个 三个界师 这个叫界师 我在受菩萨界 三个界师 三个界师 是有一个 慧山 结光 这叫什么名字啊 天啊 我居然把它忘了 不过 这些师父都已经走了 不过 都延期了 都延期了 记得我三个界师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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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昔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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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吼,昔顿 对啊,昔顿 谁讲昔顿 像又要见 消失 还是你记忆力比较好 因为你年轻 你看 那个我三个界师啊 昔顿 慧山 绝光 结光是香港的 最近这几年他才离开的 那么结光法师 他曾经在西雅图的 他买了一栋房子 那我去拜访他 我是他的借地去拜访他 他送给我两个花瓶 现在在南三亚 印象很深 他送给我两个花瓶 他来过我们西雅图雷尚寺 那时候还在盖 也就是说 好像连我上司也有去 还有哪一位去 你们三个都去了 结果那时候 就是去拜访结光老法师 他是我的借师傅 受借的师傅 那想起这些那个师傅 这个 都离开了 都离开人间了 还有四个主要的 这个藏密的师傅 也都离开了 离开这个人世间 剩下这个老子 我称自己为老子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离开 那么我现在的目前的状况 是希望 一事无争 不再争什么 什么都不争 没有一样是真实的 人走了 没有一样东西你能够拿得走的 大家都知道 每一个人都知道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就是看不开 还是在争 还是在争 还是在赚钱 他明明知道 生不带来死不带去 那到了老子这把年纪 我希望以事无争 我希望以事无争 大家不要找我麻烦 就已经很好了 我是每天晚上 就希望上了床 蒙着棉被 睡一个很好的觉 很轻松 昨天晚上 我就跟姚慈金母在一起 那都好的 都好 那在睡梦之中 出了言神 跟姚慈金母在一起 姚慈金母还叫我 这一朵白色的莲花 你给我上去看看 我眼睛一闭 一印神力 居然能够飞起来 然后站在那个白色的莲花上面 那时乐不可知啊 然后在人间呢 我可以离地飞行 离开这个地面 这样子 这样子一直在神行 这样飞来飞去飞来飞去 哇 好快乐 但是我可能就很适合 我别恨 我没有想到 你感觉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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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办呢 我没有醒过来 他把我怎么磨我都不知道 然后到了八点早上 我醒过来 他说他有来磨我的手 拉我的手 看看会不会醒 都拉不醒 但是真正快乐的时光就在那里 怎么可以让你拉醒呢 对不对 但是因为拉不醒他也不怕 因为他听到我呼吸的声音 所以但求一夜好明 一事无争 我不再管人间的事 不再管 不要再找 跟我找麻烦 我不想跟人家争什么 你要什么 我通通给你 我不想跟人家争什么 我像我这样的老子 已经没有格斗的力量 不想跟人家在那边拼啊打啊 或者是说在那边起纠纷啊 或者怎么样子 我一点都不想 我一点都不想 总之你来求什么 我就给你什么 就是这样子 所以我人生到这里 看淡了 你看不开的 就是你斗鸡眼啊 要你看开 看开 你还是看不开 为什么看不开 因为你长得斗鸡眼 当然不会 看开 这身怀缅过去的这个师父 我都是很恭敬他们 每一个人都有传我东西 师父都很好的 虽然我被英顺导师写过一本书 骂我 他把我批评得很厉害 英顺导师的个性很强 强烈 非常强烈 他不属于这个 年纪大了 他虽然年纪很大 但是他个性还是很强 只要有人写文章骂他 他一定反他 一定骂回去的 直到九十几岁吧 九十几岁 这个台湾有一个 郑爵 郑爵协会吧 就是骂英顺导师 因为英顺导师是中官派 中官 那 郑爵是唯士派 为师骂中官是经常的 中官也骂为师 为师也骂中官 他批评英顺导师 英顺导师都没有回 我看他也是 那时候已经是一事无争了 他都没有回话 都没有回话 本来我想帮他回话 我说人家老人家都没有回话 我说人家老人家都没有回话 你帮师傅回话 也不好 这个我也没有帮师父的忙 很多事情是这样子的 我跟音顺导师 我那时候没有照相机 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照相机 都是别人跟我照相 我从来没有脑照相机起来跟人家照相 没有 我跟音顺导师那么多年 隔壁一片墙而已 既然连一张照片都没有 我带我的弟子去拜一件音顺导师 他们也不懂得把我跟音顺导师照了照片 也不懂 导师师母去拜访音顺导师的时候 那个慈祭帮他照了一张照片 师母有跟音顺导师照了照片 我反而没有 师母又不是音顺导师的弟子 对不对 但是你是道安法师 不是 你是乐国法师的弟子 因为我记得他的法号叫 道发 他就是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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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是道宴 道宴 其实我在音顺导师那边 那时候我叫慧宴 慧宴 他们都取这个宴字 圣宴的宴 慧宴 那在乐国法师那里 叫 也是叫道宴 道宴 那在这个普方上师那里 我叫 盐池 盐 盐 盐满的盐 水池的池 圆池 这都是师父给我起的这个号 谈到普方上师就讲了几个师父 那么今天我们再谈一谈道果 我念一段 六教授乃为能肃生禅定 离舍过患 得其利益而色 主要是以 见修 净利 二则为根本 见修 净利 二则为根本 各配除毒 受甘露 决断三类 这经常在佛教里面听到的 见修 行 正 见就是见地 修 就是修行 见修行 行呢 就是说是去做 去做 正 就是去证明 再配上三个 除毒 受甘露 决断 三类 这里的决断 应该讲成 这个利断 利断就是侧切 侧切 利断就是侧切 决断 决断 侧切 真的像那个 要是如来的 他本身有甘露 贫 他持咒是甘露 贫 阿弥陀佛是甘露王 甘露王如来 甘露王如来 除毒呢 就是把不好的习性 不好的习性 给他除掉 见修两个字 他有一个瓜符 叫敬礼 其实敬礼 也就是禅定 也就是等于禅定的一种 禅定的意思 就是入三昧地 由教授 六种的教授 来除掉所有的业障 毒等于是业障 除掉所有的业障 接受了甘露的灌顶 然后做出了这个侧切 就是能够一下子把它立断 把这些不好的东西把它断除 可以离舍过患 离开过患跟舍弃过患 离开过患跟舍弃过患 这样子能够束生禅定 禅定就是三昧地 三昧地是很难讲的 一般来讲三昧地 什么是三昧地 在中观讲起来 在中观派讲起来 就是不松也不紧 恰到好处的时候 就是三昧地 也就是在睡觉跟醒的中间 你清醒就不是禅定 你睡着了 当然也不是禅定 但是做梦 就是在梦跟醒之间 就是禅定 他只能够这样子解释 中观的意思是 不紧不偏于紧也不偏于松 不偏于善也不偏于恶 就是真 什么都是在中间的 这种中观的思想 到了你能够用中观的思想的时候 你就能够入三昧地 这是龙树菩萨本身讲的 它是属于中观 代表着中观 龙树提搏是代表着中观的 吾酌天青 是代表着为嗣的 那什么是为嗣呢 因为从你的眼、耳、笔、蛇、身、意 这些人的眼睛里面都是眼 眼、耳、笔、蛇、身、意 还有综合起来叫做意根 第七识 在进入到最深的意识里面 甚深最维系的意识里面 寻找到你的如来场 寻找到佛的种子 叫做如来场 这种方法 这种方法就是佛教的为嗣 跟佛教的中观 两个 现在佛教就剩下两大支派 一个是中观 一个就是为嗣 那中观又分成很多的派别 为嗣一样也分成很多的派别 那依照这两个派别呢 去产生的 入深入这个三昧地 这种净利 这种净利的 这是我们佛教最重要的 因为好像在中卡八的论 论当中 他说你修秘法有三个很大的成就 一个是持明成就 你一直持咒 持很多的咒 持到显现光明 叫做持明成就 一个是附魔成就 你一直做供养 供养到你的身口意完全清净 把自己的身口意全部供养给如来 供养到自己的身口意清净放光 那叫做附魔成就 供养成就 第三个最大的成就 就是一般佛教 所有到最后最终的最高的成就 就是三昧地成就 三昧地成就 就是讲禅定 禅定的成就 那么这一段 这一小段 就是他讲的 主要是以见修 见地跟修行 配上除毒 受甘露 绝断三类 这样子的教授 能够很快的产生三昧地 就是禅定 跟舍离种种的过犯 舍离种种的过犯 在道国里面所讲 跟大家讲笑话吧 男朋友喝醉了 听说醉以后都会讲实话 于是 这个你的就问 男朋友 以后有钱了 你会干嘛 男友喝醉了 他就回答 要起五个老婆 这个女朋友火大了 为什么不写 尾小宝 起七个回来呢 男朋友说太累了 我需要周休二日 他要周休二日 所以起五个 师尊在修行当中 没有修习过 没有修习过 连一天都没有修习过 我最能够恒长持久的 就是我的写作 除了 我这个 蜂蜗是组织言的时候 我没有写 那时候不能写 为什么不能写 为什么不能写 因为昏迷啊 所有两个月的时间没有写 现在还是每天写 我每天修行啊 要知道这个 学佛法有几个次第啊 大家都知道的 先修知良道 再修加行 到了有一天你开悟了 开悟不是成佛啊 是开悟了以后再起修啊 开悟了就要开始修行啊 你要就开始修道了 修道以后到了最高的境界 就叫究竟道 这是一个次第啊 知良道 什么叫知良道 行善 就是知良道 做善事就是知良道 所以今天慈祭在做的 他是知良道 再来是家行道 再来是家行道 刚刚已经在上面写清楚了 你有了见地 你要开始修家行啊 在密教里面修大礼拜法 大供养法 世归一法 世归一法 生菩提心的法 还要修忏肥法 六家行 还有上师相应法 这个都在家行道里面 就应该要修了 上师相应法 这个忏肥法 大礼拜法 大供养法 生菩提心的法 还有忏肥 种种的这六家行 四家行六家行 你都要修啊 这个就是属于家行道 你修到最后了 你终于看见了佛性的时候 看见佛性了 就是你明心了 你明心了 你已经知道了 这世间是怎么回事 世间是怎么回事 这个时候啊 悟后起修 你开悟了 你就开始要修道了 悟后不就是 不是成佛啊 就是悟后起修啊 那修行是这样子的 是没有修习的 没有什么周休二日 那个一样天天都要修的 幼稚园里面有小朋友问老师 这世上有鬼吗 老师正在想如何回答的时候 小明抢着回答 当然有啊 这个时候前班的小朋友 目光都转向了小明 老师也很怀疑的问小明 你怎么那么确定有鬼呢 小明慢慢的讲 我爸爸就是 因为我妈妈常常叫他死鬼 鬼是让你看不见的 跟活菩萨一样 你如果懂得 佛也是看不见的 菩萨也是看不见的 神闻你也看不见的 圆觉你也看不见的 四圣道你都看不见的 再来是天 你也看不见的 这个所谓无色这天 色界天 欲界天 所有的天神你都看不见 再来是人 人 你来你就看得见 人道你就看得见 但是阿修罗道你也看不见的 第一道 恶鬼道 畜生道 畜生道 畜生道看得见 畜生道看得见 那现在你到那个 沙明密西湖旁边就看到鸭子走路 你就看到鸭子 那就是畜生道 在佛教里面他有讲 其实你不用 不用你看得见看不见 在你的心理上 你产生贪念 这个第一道就出来了 你只要有贪心 第一道就是将来你的气处 你只要经常的愤怒 恶鬼道就出来了 你只要很无名 很愚知 很简单的 出生道就出来了 出生道就出来了 这随你的心变化所有的 四圣六环十法界 多在你的心里面 多在你的意念 多在你的意念 跟你的心里面 你心里面 你心里面有鬼 鬼 鬼就在你心里面 还有鬼气 什么是鬼 人死后的 他记得 他就在你心里面 他就是鬼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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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在你心里面 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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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泰国有养小鬼 泰国 你到泰国东南亚很多人养小鬼 希望这些鬼来帮助他的 这个叫用鬼 以前师父 到家的师父也教过我 如何用鬼 师尊也跟鬼是很亲近 但是 最近南山亚是已经没有鬼 因为都是被不动名亡 这尊不动名亡 后面那尊 被那尊不动名亡 全部把他赶走了 我每天请不动名亡 不让他们随便进来 以前都让他们随便来去 所以家里鬼很多 但是也相安无事 现在全部把他们清理 全部干净 不要受鬼影响 鬼也是会影响人的 因为你的气不够 他会影响你 那你把不动名亡 或者跟这个我所讲的 这一次法会的 这个大力金刚 请回去 你把大力金刚 观想在你的大门口 念大力金刚之后观想它 就站立在你的大门口 站立在所有的窗子 这里有三个门 通通都是大力金刚 那里有两个门 大力金刚 外面的窗子 每一个都是大力金刚 都站在那里 你这个庙就清净了 念它的咒 一个一个把它安在 观想在门上窗上 门上窗上 家里就会变成清净 告诉大家这个方法 因为我们发觉 有鬼 是用鬼 专门去祭拜鬼 你一祭拜鬼 鬼一定来的啦 你为什么要祭拜鬼呢 那鬼是最低层的 所有灵当中的 灵气当中最低的 最低的 除了三二道以外 最低的那一层 就是鬼啊 你去祭拜他 你不祭拜他 他都来找你 你一祭拜他 他更来找你 但你祭拜他 有没有好处 你常常恭敬鬼 祭拜鬼 就叫做用鬼 用鬼 会有好处 你再生的时候啊 会发达 会发大财 会成大名 发大财 成大名 你要什么 会有什么 就是鬼供应给你 因为你供养他 他就供应给你 但是有一天你懒了 你不供养他了 鬼会缓 缓咬 有一个口 一个无 那个叫什么 反事 反事 就会 缓咬你 所以鬼是这样子的 你供养他 他一定帮你 你不供养他 他一定缓咬你 或者在你的身体的气快弱的时候 他一定缓咬你 只是比较麻烦一点 以前早期 我有教大家图吉尼法 那个发愿是怎么发愿的 我为了赚大钱 为了得很高的名位 为了荣华富贵 我供养你图吉尼 图吉尼是一个鬼的一种 我供养你图吉尼 你让我发财 让我得到名位 但是我发的验是说 我死后 我的身体就送给你 我的肉体全部给你吃 亦了 给鬼吃 那像这样子发愿的 手 所以很不好供养 你稍微乱一点供养 你就会受张扬 在路边遇见一只狗 我蹲下来问它 我今年的运势如何 这个狗考虑了一下 就说 旺 旺旺 旺旺 这个叫做顺势 你运气不好的时候 你一到一条狗 你就跟它讲 我将来运气如何 它就对你旺旺 这个是以后 皇帝的一条诗也要写这个方法 大家去问狗 或者是说 我今年运气如何 它一高兴就跟你旺 一定旺的 这个叫做顺势 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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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我将来做什么好呢 你还要去问猫 你还要去问猫 猫 猫 猫就会跟你 喵 好 要盖喵 盖喵 这叫顺势 这叫顺势 顺势 这也是一个笑话 有一天呢 我拖着老婆的下巴 疑似着她的脸 这个老公对老婆讲啊 你这张脸我怎么看 都不会腻啊 老婆有些害臊 讨厌了 为什么 老公就讲 你没听过吗 悔而不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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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 这欺负人啊 这个 道国里面所提到的 这个除毒 这是人的习性 人的习性一生俱来 我们以前学那个三日经 人知初性本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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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三日经讲的不太对 日本人 belief 不管怎么样 你坏了 性本善 到最后都变了 但是你如果经过一段修行以后 你能够在禅定里面产生了很大的智慧 得到如来的智慧以后 你就把这些习气 你原来的这些习气都给它清除掉了 这个就是除毒 那你如果还贪的话 像你贪很简单讲 师尊是不问猫的 我没有问过猫 所以我不盖妙 我不盖妙 我没有问过狗 所以我不一定会忘 会忘 会很忘 其实 只要自己能够修行成就 然后引导一些人修行成就 一些 我讲的是一些 一些人修行成就 就已经很好了 就很满足了 就已经很满足了 所以我也不要忘了 我好像在新书里面有写到 请大家不要供养师尊 不必要了 请大家不用供养师尊 这个师尊已经够了 你们不要再供养我 我以前很早以前就写过这篇文章 很早很早以前 但是大家也是要供养师尊 那么我这一次好像又提醒到 又提到了 请大家不用供养师尊 因为我老子 对钱也不会有什么太大的 没有吸引力 虽然有时候我也讲说 我有几块房金 好像台湾在地震的时候 会震到别人家里去 太空来了 风一刮 房子没有 屋顶没有 那保险箱也跑到别人家去 我始终会讲一些笑话 说赶快回家去把保险箱 给它拴紧一点 让它不要移动 会讲一些笑话给大家听 其实真的讲实在话 没有什么吸引力 没有 真的 所以对于这个钱财 对我来讲 已经没有太大的吸引力了 存起来 有一些是老了 需要用到钱 将来进老人院了 或者要请一些看父 必须要用到钱 存一些钱可以被老来用而已 其他的其实也不用真的 我也不要房子 因为已经有房子住了 还要什么房子 不需要 不需要 所以那个就是一个物镜 一个小的物镜 你已经把这个东西看开了 就是一个很小的 很小的一个物镜而已 这也算是把这个 这个毒给他除掉了 这就是除毒嘛 有一天老婆向老公抱怨说 老公啊 人家说 人家说 你人的肌肤 在四十岁以前像弹簧床 有弹性 四岁以后就变成榻榻米 就比较硬了 你觉得我的肌肤是弹簧床 还是榻榻米 老公淡淡的回答说 你的是弹簧床 只不过是弹簧坏了 是这样子的 年龄是骗不了人的 这个年纪啊 年纪是骗不了人的 真的 我这个 得了蜂窝性组织炎以后 我觉得说 哎呀 我以前常常讲 我是十七岁啊 那么过一年 二十七岁啊 还很年轻啊 但是你的皱纹 你的脖子是骗不了人的 你脖子上的皱纹会增加 你的脸上的皱纹也会增加 你再怎么样子 青春都青春不起来啊 虽然你有修行 会比一般没有修行的人 显得年轻一点 但事实上你也是老了 也可能这样子讲吧 所以当老的时候啊 突然间这里病 那里病 不是上面病就是下面病 不是左边病就是右边病 不然你的腰也病啊 肩膀也病啊 手指也麻掉了 什么样子的 没有像年轻人那么灵活 那时候跑一百公尺吧 我们以前小时候 跑一百公尺的时候很快了 十几秒 十一秒 十二秒 一百公尺 哇 一下子就到了 你现在跑一百公尺看看 十几秒你跑得到吗 你年轻 你讲你年轻啊 你跑看看 以前我年轻的时候啊 常常看到那个 以前还没有人行道 那时候我们在台湾的时候 那时候没有什么叫人行道的 有柏油路已经很好了 没有红利灯的 这车子远远来了 我们一看 诶 我速度很快 我可以胜过那车子 咯咯咯咯咯咯 我就跑过去了 在美国的时候啊 有一次走路啊 刚来的时候看 车子 诶 我 跑一百公尺的速度 我是可以 这样子跑过去的 车子 他过来 我就开始跑了 诶 不得了啦 这个脚除钝 跑起来没那么快 诶 你计算就错误了 那时候你眼睛看着车子 你要超过车子要跑过去 其实你不一定跑得过去 所以要小心一点 现在过马路都要很谨慎 在美国不像在台湾 反正高速公路他也跑过去 记得以前台湾的一批人来 他们在美国的高速公路跑步 那个车子从这里过去比较快 不要绕到很远的地方再转一圈 买了东西以后看到那个车子再来 我们速度比较快 一大堆十几个一起跑 曾经有这样子的事情发生 现在比较少 所以讲起来 老就是苦的一种 我来美国前七年 一次感冒都没有 七年通通没有感冒 连一个感冒都没有 住在巴勒 巴勒有三年 到这边来 三年 然后到第四年 拿到这个公民的时候 七年后我才回台湾 在这七年之内 我一点感冒都没有 一次感冒都没有 这不让鼓掌 不让鼓掌 那是三十几岁 四十出头的那一段时光 身体很强壮 现在不行了 很多法师都感冒 然后我进到感冒的地方 有一个法师帮我磨磨磨 磨磨磨啊 我画画的 有一个法师 我就在那边画 有一天我看到他戴口罩 我说 我问他 你感冒了吗 他说我感冒 你感冒多久了 我最严重的时候就戴口罩 就是他已经感冒 一个礼拜了 都没有戴口罩 只有那天戴口罩 我说哎呀 我完了 当天晚上我就感冒 我已经被他 被他空洗了七天 那我终于感冒了 现在我感冒一个礼拜 不会再传染了 不会再传染了 不会啦 那个 现在 现在不会传染了 现在变得年纪大 变得很容易 很容易 人家感冒你就跟着感冒 年轻的时候 哪里怕什么感冒 什么都不怕 什么都不怕 老了就输了 老了就输了 这是最后一个笑话吧 讲一讲 经过研究发现 改善视力最好的方式就是 结婚 结婚怎么会改善视力呢 眼睛的这个视力 因为大部分的人都说 婚后你就可以看清楚对方 告诉大家 人是不容易看清楚的 真的是不容易 以前那个佛密教里面有讲 师父要看弟子看三年 你才收他为弟子 那弟子要看师父 也要看三年 你才去归于他 这样比较保险一点 事实上我认为也不保险 不一定 你看他十年 你都看不出来 有时候你看他二十年 二十年的好朋友 最后终于分手 什么原因 财是第一位 为了钱财 二十年的好朋友都会分手 所以我常常讲一句话 好朋友不要合伙 合伙赚了钱 分不均匀 就一定会吵 输了钱更吵 输了钱大家都不甘愿 更会分手 赚那钱分不均匀 也会分手 如何不分手 不要合伙 所以合伙往往 会因为这个钱 这个字太迷惑了 太迷惑了 你只要离开了钱 对钱不受钱的迷惑 你就很超然 你就很超然 这个是很 就是要除掉这个毒 要除毒 你必须要把自己的习性 慢慢给它调整 成为一个真正的行者 很麻烦 很麻烦 谢谢 谢谢 掌握 监制 参加 喜好 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